全套防護裝備上升 走遍機場大消毒 這不是新冠疫情的資料畫面 而是巴基斯坦對抗M-DOT 現在進行式 全球M-DOT疫情升溫 巴基斯坦也出現病例 機場如臨大敵 民眾憂心 封城鎖國的日子又要回來了 對此世界衛生組織 巴基斯坦這麼說 英國病毒學家也表示 M-DOT的傳播途徑 不同於新冠病毒 主要是透過性交 或長時間面對面接觸 因此沒有必要鎖國 不過由於瑞典已經出現病例 WHO也警告 歐洲大陸未來數日 可能出現更多境外移入個案 歐盟衛生機構調生M-DOT風險警戒 並呼籲前往M-DOT疫區的旅客 提前接種疫苗 目前非洲市M-DOT疫情重災區至少十六國受影響 港國民主共和國已有至少五百四十八人因此死亡 由於當地疫苗仍然短缺 疫情難以有效控制 面對新一波病毒來勢洶洶 全球再度繃緊神經 小禮新聞 劉絕育報導